人跟狗之间的感情真的是难以衡量 台中县大雅乡这位陈小姐为了找寻走失爱犬 不惜把工作给辞了 扫出晚归 每天徒步二十几个小时到处寻找 还花钱行宣传车 夹抱 贴海报 就是希望找回爱犬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只小狗 没有啊 那我会帮你注意 我可以见你们的场面吗 可以 谢谢啊 为了寻找爱犬 身心俱疲的陈小姐挨家挨户询问 运离小狗走失已经十四天 他不愿意放弃 因为狗狗的贴心和撒娇 让陈小姐把他当成自己的女儿 就算下着雨也要把他找到 我早上四点半就出门去车子底下一直叫小狗 五点半也出门叫小狗 已经叫了一个多礼拜 越来越没有消息 有了他我们家小孩放学会 都笑咪咪回来啊 陈小姐把这几天找过的地方都记录下来 不敢露接任何一通电话 就是不忍心爱犬在外流浪 耳朵的毛大概11到12公分 那个下巴的毛大概 八九公分 身体的毛大概四公分 除了贴海报 陈小姐还请来宣传车在街上广播 陈小姐一心只想赶快找到爱犬 希望看到的人能尽快和她联络 至少 谢谢大家